放纵那一个念头之后 心悟自慢 莫不自闭 谨性言 小小的一个恶种子 破进去了 自以为无伤大眼 今年累月 自我的负面的一个情绪的灌溉 外面环境的一个助长 慢慢的就让这个什么 这一颗杂草的种子 就扩延成一大片了 我们家里面有花园的人 或者有种钱的人 前嫌门就会有这种感慨 只要一下雨之后有没有 奇怪 那个杂草长的速度特别快 那个没用的东西有没有 是尽情的在肆虐 那个有用的东西下完雨以后 它会受到伤害你 如果它下雨下过度 这就提醒我们 你不要小看一个小小的恶的种子 如果你不把它连根进化掉 它在阿赖耶士囤积的越久 它会往下生根 往上发芽 它就会遮成一棵大树 这个大树不是为别人遮阴取凉 这个大树会让我们的自信 不能显入它的光芒 你们看到大树下面都是阴凉的吗 所以我们要让自己可以去做一棵 帮别人遮阴取凉的一棵大树 我们不要变成了 在一个不好的大树的一个遮盖之下 我们本来善良的心性 它完完全全没有发挥的余地 这个叫做心物之脉 所以圣人圣心物与隐为之间者 心物未动也 虽心物未动而辞之以胜 则心物终无也 注意看这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 我们在护持自己心念的时候 不是只有当下那一念某一个时间而已 为什么说修道 如灵深渊如灵伯兵战战兢兢 二六时钟须于不离道 原因就是在于这种圣护信念的一个学习的态度 刚起步的时候因为我们不习惯 过去我们都放纵 我爱说什么你管得着 我爱做什么又关你何事 一切顺着自己的心意来 我们认为别人 常常刻意的自我反省 等这个过去所不习惯的良好的习惯养成以后 你才可以因为习惯成自然的 它会自自然然的让我们行为 不去偏于旁门左道的时候 你才能够略微的放松自己的心情 在良好的习惯没有养成之前 只要有一个时刻的中断 很快的我们又会恢复原状 所以这一段是坚持什么 坚持说你的恒心毅力能够维持多久 只要我们能够不断的坚持下去 那么终究不论是已经增长的杂思杂念 或者是尚未萌生的 未萌生的绝对不萌生 而已经资深的 现缺的外在环境的一个住院 他会就此枯萎 然后就萧生隐积死掉了 于是我们的心性有没有 就开始复明了 所以心物中无 自性常好 折疾复性出眼 里面没有妄念了 常好就是洁白 你本来洁白的那个自然的心性 就完完全全的显入于外 这是这一段经文 是强调手中的重要 这一段经文讲的是 第一宝第二宝第三宝 合用的功夫 一二三宝不要切割开来用 他本来就是三体合为一的 存养的功夫很重要 如门讲的四正期 在心里面的要让自己为生恶念不生 我们现在是以生恶令除大家做的道理 因为我们会懂得后悔 透过反省我们知错了 或亡羊补牢 它是很不错的一件事情 最起码修到已经有一个具体的成效 但是不可以就此我们跨地自现 你还要白死干头更进一步 要做到什么 要做于防患于未然 那就是为生恶令不生 让他完完全全打消 他从里面就不会起这些不好的恶念 我们就以现在各位前嫌来讲 当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这种诱惑 早上我在看新闻 昨天晚上在开电视 在讲这个shopping 然后这些的 有些节目不告诉我们吗 国外到日本到韩国到香港 在台湾到美国 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们大肆血拼 对不对 什么时候季节 什么特卖会啊 可以降低我们的花费 然后你就看那一个人就在讲 他说几月到几月 这个日本的什么地方就开始特卖 一月二月特卖什么 然后三月四月特卖什么 五月六月特卖什么 七月八月什么 我这样一看不是一年到头 十二个月天天特卖吗 他说如果我们去关注这种讯息 我们在这个时节过去的时候 你就可以买到便宜的东西 他比台湾买便宜很多 我一看完这几句话 我就心里在想 那不是一年到头就是关注这些的 商场的一些的讯息 然后干脆你就移民到日本 不要回来了 为什么他每一个月都有特卖啊 每一个月你都想捡便宜啊 这个包包在台湾买要两万块钱 在那边买只要八千块钱 你看占了多少便宜 那不买不是更便宜吗 机票都省掉了 你问问看我们真的有那么多的需要吗 不需要的一个包包你可以背多久啊 这个包包已经这是我换的第二个公式包了 第二个已经背断了 那个所谓的好像时间太久 袋子腐败掉了包包没有坏 袋子坏掉了 所以张兄又给后学一个 因为这个叫做电脑包 我倒觉得 这个啊好我将来可以送你一个 为什么 因为你做阿嬷 阿嬷可以 那孙的尿布奶瓶 对不对 你哪需要买其他的包啊 这个包来佛堂当什么 当书包 然后平常时间当小孩子的 随身的装尿布的那种洗礼袋 你不是一物多用吗 所以各位浅显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节目 能够不断的在各个电视台 灵力的时候 表示他有这种市场需求的 那表示有多少人把他的生命 消耗到这种无关紧要的身外之物上面 所以你们是有福的义取 因为大家都是80到100年的岁月 你把人生最尊贵的岁月里面 没有消耗到这无聊的事物群上面 我们透过电视台所开辟的一些新节目 你就知道 都是没有离开吃喝玩乐 吃喝玩乐一辈子 死掉带着金鱼衣 请问你下场又如何 十七太后 执掌了大清国的地业多久 年纪轻轻就做了贵妃 以后就做了什么 做了太后 还垂帘听政 那我请问你 他死的时候 有多少的金银主宝 也掩盖不了 他在阿比地狱受苦的事实 他现在是在阿比地狱 这是过去 在讯文里面就泄露过这一条 过去在道场里有 有所谓的开沙之说 李怜音也在阿比地狱 所以你活着 极尽奢华之能事 想三十年 五十年的贵妇的生活 百年之后呢 这种贵妇生活 它是你过去生的福报 衍生下来 如果不在福中再造福 想完了你就受 汉高祖的皇后 一个吕后一个妻后 妻后就是生了如意嘛 对不对 他不是被吕后做成人质吗 汉高祖死 吕后立刻把他的手跟脚砍掉 耳朵戳笼 眼睛挖掉 舌头给他割掉 就变成一个不倒翁 头发给他剃掉 放在猪圈里面 这样子在养 吕后因为嫉妒 造了这种滔天的恶 请问你七后没有恶吗 他也有恶啊 他再来的时候是什么 是驾到山间里面 去做一个平家父啊 所以文昌帝君 刚好就是七后所生的儿子 叫做如意 等他死了回天之后 他被女后害死回天 他是要来应运度人的 救人的 他在天上一看 看到什么 看到他过去生的母亲 就是七后 又来人间降生了 他没有做恶行 可是他只想什么 想生活上的极尽奢华 这能事 汉高祖宠他 他看到他就心酸了 旅后叫做山间的一个村夫的太太 没有后代 三餐不济 他要去什么 要去山里面去捡野菜 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 上一辈子 贵为什么 贵为贵妃啊 下一辈子再来 贫无力追之地啊 你要过这种生活吗 所以你不要羡慕台面上的这些贵妇的生活 他如果没有从事社会公益 他没有利用既有的这种 与生俱来的 这种所谓的财富地位 去做一些救济贫困的行为 他想完了就是要受 享受享受 你想完了就受 所以我们只有透过学佛 我们在座也有有钱的贵妇啊 他就知道在自一定的环境里面 去营造未来生的良好的果报 这个果报不是为了我要去享受 是为了让我将来修行的时候 减少一些困顿嘛 你三餐不济 衣食奔波 你还有多少时间 能够走修行的路 你的身体健康不好 今天吃药 明天开刀 请问你 你还有多少能力去做自己的主人 所以我们现在所有做的一切 是为你后面千秋万事 来人间 在没有成佛之前 那一段的路程 你要怎么样打好那个地基啊 你不要去做汉高祖的气候啊 他虽然曾经跟文昌帝君有母子之缘 但是大道是无私的 子归子母归母啊 制作要自受的 他就是一个什么 最惨痛的一个 实际上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的 这是文昌帝君自己泄露的 他不泄露我们凡夫俗子 哪里知道这一阵千成往事 所以把我们的好要发扬光大 我们具备人生 我们如果物质条件好 我们如果身体健康好 过去生在三十方面 你种下了善因 这一生延续下去 那不好的呢 你要把它修正过来 才会让我们亦步亦驱 接近无上佛道 而这样的一个自我要求 是靠着恒心跟毅力 不断的 不间断的一个修啊 所以罗门讲的一个 存心养性的功夫 按照我们一贯道的三保心法而讲 就是手中 就是我们十条大院里面讲的 存心保守 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 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 时时刻刻 忠着良心本性也 抱住我们的良心本性 不让他有虚余之间 离开了我们的什么 行住坐卧 这个叫做真正的自信做主 所以我们慢慢练 从一天二十四小时 只能做一个小时的主人 到后来做二十个 做二十一 到后来功夫什么 成片不间断了 你就成功了 我们都是从什么 从无而少 而有而多 最后你完完全全达到那个境界 可以用这么一个轻松的态度去面对 但是必须让自己不断的前进 因为学道如逆水行舟 如果不进 他就是往后退了 所以身物昭著 莫不自然挤心烟 前面时也提马 明明都谈修心 那请问你 你不修心 你就不可能有具体良善的行为 去感动别人 为什么 因为不修心 我们的行为就不端正 我们喜欢追逐享乐 我们去吃喝嫖赌 就沾染上这些不好的习惯 我们只看到习惯已经养成 我们没有看到 让习惯不断在我们身体里面茁壮 是我们那一颗心链 这边又来拿我自己脚 后学的女儿前天 昨天晚上问后学一句话 妈妈看你最近开始节制自己的口腹之欲 也略为有一点运动 请你告诉我 你到底减了几公斤了 这个数字实在很难报啊 为什么 报多了没有 报少了很没面子 我说大概有一公斤吧 这一公斤是没吃饭以前 大清早先蹭的 对不对 那如果吃下饭了 好像又恢复原状 他说那么慢 那么辛苦才一公斤吗 我一天就剪下来 我说你不要讲这个话 因为你剪的是水分 我也曾经有 让体重数字由我自己掌控的 我要他胖就胖 我要他瘦就瘦 可是为什么今天我瘦不下来 因为他已经变成一堆脂肪了 脂肪如果没有剧烈的运动 有没有 他是原封不动的 这么一堆脂肪 什么时候我把它 往我的躯体里面去藏啊 他就是 慢慢不知不觉里面 一餐多吃一点 一餐多吃一点 我一个恶劣的习心就是 东西不管再多 我桌面喜欢把它吃干净 所以就把这个胃越称越大 然后称大以后 他就每一餐必须要吃这样的一个分量 然后下一餐又出现更大的分量 又把它塞进去了 所以闹得肠胃也出问题 然后绕得身体也走样 如果一开始就觉察 自己的这种饮食习惯是错误的 有所警觉 我何须后面这么累 我张兄告诉我 你一天做三百个仰卧起坐 你当我是谁呀 我有能力做三百个仰卧起坐 我就不会这么胖了 他只有仰卧起坐 可以对应你肚子上面的脂肪 我也知道 但是我只要一坐仰卧起坐 我的筋就会抽啊 会痛啊 他说你这样慢慢走过来走过去 没有用的啦 我说你去做三百个 你不要叫我做 你能做三百个吗 我要能做三百个 我早就有人于线了 是不是 叫人于线吧 我还会有肚子吗 这个就叫不知道人家的痛苦 有没有 在旁边调侃人家 没有口德 我们从这个身体上面 所带来的遗憾 你知道他不是一朝一夕 养成的 他都是在一个不精心的当中 日积月的 一两个月 他就这么一个伟大的积效 怀孕的效果还没这么好 前三个月四个月 你是看不到肚子形状的 我们年纪大代谢慢了 有没有 他两个月就马上让你颇有成就感 问题这个成就不是我们想要的 这只是有身体的变性 那习惯的养成 他更来的可怕 因为他也是什么 这种一点一滴 然后日渐有那种轻湿力的 我最近养成一个习惯 四点多起床 发觉早上看看书是蛮好的 养成习惯四点多以后 他就每一天四点钟就起来 好习惯养成 他需要一段时间养成以后 他就会产生一个 很自然的生理时钟作用 那坏习惯呢 坏习惯也是这样子 所以养成好习惯 需要一段时间 去克服自己的恶习性 那养成坏习惯 只要你用一点点时间 去养成自己的放纵心 他坏习惯也是在一瞬之间 就成为你身体的一个 形影不离的恶习了 所以当身体有了 具体的错误的行为 显现于外的时候 我们才发觉 才去做修正 这是列在闲人的一个位置 那也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因为功夫用的浅 所以他后面要改的时候 他就倍感艰辛了 所以贤人屈身无于招住者 以其心物未胜于隐为也 当初的一念的放纵 他没有让自己去喝止 所以任由那个心念 反反复复在我们内心里面 相续不断 最后就产生了 在境界上的分别 有了境界的分别 就起了爱政之心 有了爱政之心 就有取舍的行为 有了取舍的行为 就有夜系果的 一个报应出现 这就是大圣起信论里面 所有的我们的一念的无明因 一念起的时候 我们没有圣心念与隐为 后面所产生六道轮回的一个果报 所以一个小小的种子 掉在阿赖爷室里面 你是不知道 它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的 如果你知道 你就只会允许好的进来 坏的就把它排除以外了